同棚要卷土重来了吗 七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不少的重要民生物资 都呈现了上涨趋势 核心CPI是2.73% 再度敲响警钟 尤其有三大隐忧 台湾不得乐观太早 林浩恩说 光看这道料理 包括小卷 培根 橄榄油价格 都轮流涨过一波 另外涨最凶的干贝 已经从菜单上剔除暂停供应 五花肉是最明显 它涨了快 大约有涨60%到70% 它原本可能一公斤才 最大盘那边 一公斤可能才178 只是它到今年 就是整个肉的幅度涨起来 大盘那边他们说 他们自己收到 已经是250左右了 同一时间外场调酒师 正用美酒 苦爱酒 兰姆酒 做出独家特调 最后以万寿局装饰 增加香气与风味 近年所有烈酒 也轮番涨了10%到15% 店家不想对顾客涨价 只好频频更换品项 这间位于文山区巷弄的 餐酒馆才开张两年多 老板娘英佩山就得面对 经营成本高涨的难题 她担心附近正在盖捷运 最怕房东涨租金 另外人事成本也成了一大压力 因为物价涨了 你本来就要花更多的钱 去做生活 所以你想要的薪水 就会更高 这是很合理的事情 可是现在物价涨的速度 有点太快了 快到我觉得连店家 都没有办法去 附和员工的薪水 你可能薪水要涨到220 230 你才有办法去 让他们可以正常的去 cover掉他今天的日常所需 主计总数最新公布 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重要民生物资中 猪肉涨8.48% 面包沙拉油涨幅6% 米鸡肉外食费也涨了4% 不过整体CPI1.88% 仍低于2%通膨警戒线 专家警告 美国和台湾通膨看似降温 然而卷土重来的几率越来越高 二次通膨 第一个原因是来自于服务价格上涨 第二个在今年下半年 另外一个隐忧是 最近的油价 尤其7月份的油价 又重新从70块回到85块以上 油价上涨 当然会刺激通膨的上涨 第二个是粮食价格的上涨 最近俄乌战争重启争端 所以黑海协议被废除 小麦的价格很有可能再涨 再加上今年是圣英年 圣英年通常气候不稳定 比如说印尼的棕旅游 或很多国家的小麦 像去年的巴基斯坦小麦就没有办法生产 所以粮食价格上涨 也可能是下半年通膨的因素之一 七星三万何时兑现 政府实质控制 就该断头加薪 通膨很可能死灰复燃 薪水却不动如山 政府实质控制的转投资事业工会 不满明年只有军工教能加薪4%抗通膨 底薪只有两三万的劳工 却什么都没有 劳工盼着加薪 然而薪资一提升 势必对服务类通膨造成压力 以美国的例子来看 工资成长过快 可能让通膨升温 增加升息几率 美国为什么最近可能不升息 第一个美债被降品 所以美国最近金融市场山雨欲来 这个时候它不敢再升息 其实不是怕通膨 它是怕再有银行岛 会有金融危机 台湾不能对通膨乐观太早 因为扣除能源和蔬果 七月核心CPI为2.73% 服务类价格涨幅高达3.1% 连央行也警告 今年人不排除 有升息可能 TV别新闻 教汉文 戴源丽台北报道 找不到工作 更让青年焦虑倍增 根据统计 台北市青年失业率位居六都最高 初次求职 平均失业22周 临近的韩国寄出了薪资补贴 日本推行内定制度 台湾呢 来看报道 明年即将毕业的大自身 对未来职业还没有明确方向 寻求职业咨询师协助 提前做好准备和规划 北市的青年失业人数六都最高 15至24岁的失业率 高达百分之十五点八 台北青年职业发展中心 就提供了免费的咨询服务 协助青年找到就业机会 另一位二十七岁的刘先生 同样对未来感到迷惘 原本担任法务助理 准备考律师执照 但结果不如预期 于是决定转换跑道 朝工程师领域发展 但也没有找到新工作 已经待业两年 比较慢确定自己的志向 所以我现在在很认真的 去往我想要的方向 努力的去学习跟发展 如果你大学念的科技 跟你未来就业的产业 没有太大的相关联 比较有就业趋势的产业不了解 那你之后要去做转换 可能就要花很多的心力 因为就没有人可以引导你 那有时候是他可能 这份工作可能 跟他本身的兴趣是不相合的 所以就跟他讨论兴趣的部分 他可以适合什么样子 类型的工作 那这些工作 未来有哪些形态 是他可以接下去发展的 根据主计总出统计 初次巡职者 平均失业约22周 比整体平均的20周还要长 而对于已经有工作的青年 会离职失业的主因 有高达63.3% 是因为对工作不满意 转职频繁和求职准备期过长 都是造成青年失业率高的原因 就是说全国的工商服务业的就业机会 大概800万 那其中台北就独占了178万 所以台北的就业机会是最高的 但他的失业率最高 所以显然并不是说缺乏就业机会的这个原因 那可能是说他有一些更深层的考量 比如说他想要找到一个这个 对他来讲更符合他的兴趣 或者是报酬更符合他的期待的工作 求职准备期高 转换工作频率高 当然就导致于失业率也会比较高一点 首善之都台北面临高失业率 为了缩短青年毕业后的求职准备期 北市府推动实习平台3.0计划 与大专院校企业合作 鼓励学生在学期间多参与实习 提早与职场接规 台北市总共有26家大专院校 我们已经跟其中的14家院校 46个系所合作 提供给青年在学期间 就给他一个实习的机会 会是任何问题的万灵药的解方 台湾跟韩国的20到24岁的失业率 大概都是11%左右 甚至韩国有倒是3% 反观日本的话就没这个情况 是日本大学有一个制度 是我一直觉得台湾应该可以学习的 他们有个叫内定制度 也就是日本的大学应届毕业生 最后一个学习 他们基本上就是到这个 所找到的工作的那个企业呢 去做执行的训练 基本上他的毕业生呢 不会进入实场 有这样需要的磨合的阶段 所以他的失业率相对来讲就比较低 内定制度是日本学生求职 和企业招聘的主要管道 另外南韩为了缩小中小企业 与大企业员工的薪资差距 对进到中小企业工作的青年 给予薪资补贴 克服断崖式的就业危机 南韩有一个政策叫做明日账户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 也就是说如果大学毕业生 你愿意到中小企业去工作 只要你工作满两年 你自己每个月薪资提拨之外呢 政府还有企业也会帮你提拨到 你的一个账户里面 所以大概满两年之后呢 你大概可以拿到两千万左右的韩币 用这种方法来鼓励南韩的年轻人 进入中小企业 青年失业问题 是当今亚洲年轻世代 共同面临的困境 各国政府如何推动有效政策 降低青年循职时间 找到合适工作 是当务之急 TVBS新闻 张志敏 刘燕轩 台北采访报导 好 谈钱伤感情 但却什么都需要钱 最新的教育金准备调查显示 平均每位子女所吸的教育金 是459万 创下历史新高 还有8.3%的家长认为 必须准备一千万以上 隔着视讯镜头 跟着英文老师线上对话 准备升上三年级的八岁小瓜 就算正在过不用去学校上课的暑假 也没有闲着 他的名字是Pete 不只会上英文家教课 其他才艺跟技能也同步在精进 除了英文课 暑假两个月还有游泳特训 以及小小朋友篮球营 加上之前上的滑板课 让小瓜放假也很充实 只不过这样的充实 也是爸妈荷包换来的 长辈都跟你说小朋友会带钱来 就没有 都是很大的开销 以一个小孩来讲 双性家庭要负担 平均就是一个小孩要两万块跑不掉 公立的小学的学费 可能一个学期下来几千块而已 那他平均分摊下来并没有很多 可是比较多的是因为我们要工作的话 他放学之后要参加课后班 或者是外面的安庆班 对 然后再来就是补英文 补其他的才艺 小一的时候念一所安庆班 一上 一上 才念完一个学期 然后下学期就马上发通知说要跳两千块 第二个小朋友女生 那他想要学音乐 对 那上过体验课程之后就被绑住了嘛 对 然后他就会一直上下去 养一个小孩就已经很烧钱了 更何况还有两个宝 每月开销加一加就很可观 摊开最新教育金准备调查结果 家长认为平均每位子女所需的教育金高达台币459万元 跟去年比一比上升了27万 是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甚至有超过三成的受访者认为 一位子女所需要的教育基金会达到500万以上 在过去六年我们看到那个家长觉得要准备的教育金 其实是歧视的上升 在去年我们才说突破400万 但是今年又更多了 就是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是关键嘛 所以特别是对三明治组的家长来说 上有老下有小 还有就是目前就是小指化 所以大家希望去保留更多的资源给他们的孩子 除了基本的在台教育以外 在疫情缓解国境解封之际 计划让子女出国留学的比例也比去年上升了7% 等同有48.7% 将近一半的家长计划让小孩出国留学或是游学 以体验多元文化并且提升国际视野 而除了国际观以外 统计调查也发现家长认为成长于数位时代的子女 在独立思辨能力 社交能力 还有创造力 心理健康意识 五大能力也很重要 教育是翻转阶级复制最有效的途径 那当然家长会尽其所能的给孩子各项的经费支柱 长期以来家长都有穷不能穷孩子教育的观念顶端的家庭 他在教育经费的投资上限 他可以没有上限 但中低端的家庭而言 因应全球科技及数位学习趋势及多元能力培养 上面呢 无不全力以赴的花钱去购买 有钱不是万能 但没钱万万不能 在少子化的年代 家长对小孩的教育投资也在同步持续进化 这些新闻 陈友祥 陈文岳台北采访报道 然而在疫情之后呢 中医师头痛的是健保总额不够用 近三年的看诊人数攀升 过去中医健保的平均点值是1.1 今年预估是0.87 点值越低 领到的钱就越少 恐怕就得限缩门诊 痘痘问题这回不是来找皮肤科医师 已经快35岁了 不可能还在青春期吧 医师说要从饮食开始管理 不论是皮肤困扰 减重问题 或是失眠 筋骨酸痛 国人寻求中医协助比例 有越来越高的趋势 过去在民众看中医 十个人里面有三个常态在看中医 但是新冠肺炎之后呢 变十个人里面有四个人看中医 过去五百六十万人 现在变八百一十二万人 所以增加的幅度很大 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 确诊者对中医疗程调养更有信心 让中医出现一片溶颈 去年五月本土新冠疫情爆发 国人抢看中医拿新冠一号或是条理常新冠 这报处统计中医就医人数较前一年成长了百分之二十点六 中医就医人数增加 医师也认真服务 但是获得的给付却打了折扣 这要回到健保制度来看 假设国家一年分配给每间医院的总额是一千万元 民众每次的就医行为换算成申报项目 会应对到一个健保点数 一年下来若每间医院总点数超过一千万点 每一点价格就少于一元 分母一样越多点点值就越低 医院领到的钱也就越少 怎么突然间多了百分之三十五人来看中医 本来是服务 健保会给我们的中医的一个总额 十个里面我们服务三个 现在变服务了四个 当然每个单位成本还是一样的 因为还是要给药 还是要提供服务 我们就增加人数 人数成长是太快了 基本几乎上是没办法 支付它现有的一个成本 所以就会造成 所以点值偏低的一个窘境 其实健保是有设计 非预期风险调控款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例如像是我们医改会有观察到说 像是中医部门 其实在去年下半年 因为突发性的感染症 造成这个就医人口大增 那他的就医件数 其实比疫情前还要成长三到四倍 那其实他就符合 可以动支这个 非预期风险调控款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过去点值通常在0.9左右 根据健保署最新统计 今年第一季全台医院总额 健保平均点值只有0.89 创下A08年来新低 别小看这0.01点 差值好里 实值千里 一家大型医院大概他一年 他会跟健保申报的总点数 大概是在50亿点左右 那50亿点在过去来讲的话 那如果说他的点值有0.9的话 起码50亿点还可以收入45亿元 0.9跟0.89就是差了5000万 健保点值偏低对医护人员薪资 势必有影响 如果是短期线上 院方还能自行吸收 但长期下来恐怕会影响到民众的 就医权益 医院他付出的劳务 没办法获得应有的回收的一个情况 甚至连成本都达不到的情形 那就会造成我刚才讲的 我们的医护能力加薪可能就很困难 设备更新速度就会延后 那他所造成的影响就是说 如果说病床没办法充分的打开 或开放让民众来住院的话 那就会造成民众在急诊 他可能等候的时间会延长 医院收入减少不服成本 结果可能让自费项目比率增加 或限缩门诊降低人力资源 我们在1996年 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 大概是在5%左右 当时韩国只有占4% 可是经过24年以后 韩国的医药卫生的支出 占GDP的比例已经来到8.2了 可是我们台湾目前 大概还在6.2左右 24年前我们比韩国的平均与命 高出一岁 经过24年以后 韩国倒操我们台湾 它的平均与命已经来到83岁 可是我们台湾还是停留在81岁 健保点植议题 一般民众不一定好理解 但要有个观念 过度使用医疗资源 之后可能陷入恶性循环 影响到医疗服务品质 TVBS新闻前后想往后 与台北采访报道 那如果是地球生病 就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为了减少碳牌 由五星级饭店推行 附碳住房 也固定举办浸滩 还打造了植物保种中心 借此为时原生的生态 抢救各地兵维物种 坐落在饭店大厅的玻璃墙内 吊挂的巨石上头长满绿色苔藓 过往不被民众注意的植被 但它其实蕴含着化育土壤的作用 另一边还有各种品种的秋海棠 就像是小型的植物园 它的金是红色的 它有峭壁上的红宝石之称 它就是台湾原生种 叫做九九丰秋海棠 秋海棠鼠是植物种类 数一数二多 总计有2040种 生态缸里不只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秋海棠 这一株九九丰秋海棠 正是日月潭九九丰 自然保留区的稀有物种 透过保育结合饭店业者 让旅客都能欣赏到 19种冰维秋海棠 秋海棠也是少有的单一种 有这么多的不同的品种 而且是它可以生活在 很不同的环境里面 这就是也是一种 单一种的生物多样性 对大部分的人来看的时候 是不了解 或者是秋海棠 其实上它有它的意义在 胎显也有很清楚的意义在 世界的环境是重要的 可是这个环境要保存 是需要靠知识 跟每个人对环境的了解 生物多样性的概念 带进铝素叶 而这种稀有的植物 其实都是源自于这里 由秦大教授李家维 带队到世界各地 抢救冰林绝种植物 以及带回台湾做富裕 目前中心已经有 三万四千多种来自世界各地 台湾的植物物种 堪称植物方舟 而最终理念就是希望这些 冰维植物能够富裕成功 再让它们回到原生地 要打造植物保种中心不容易 光是把活体植物 从热带雨林或是其他稀有的物种 带回台湾就是一大难关 就连保种中心的温度 湿度控制也得足到精准 才能防止病虫害达到富裕成效 台湾跟绝类来自于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 几乎都是生存受瓶林灭绝的物种 在野地里头个数非常少 包容中心把它给繁殖开来 种在一起 有一些是长在石灰岩地区的 有些长在热带雨林 有些长在沙漠里头 但是它们长在一起 可以活那么好 传达一个很清楚的讯息 我们必须给其他生物生存的空间 在饭店周围的这个绿色廊道 也承载的生态多样性的理念 包含这里不仅仅是有原生种之外 还有外来种 这也就是要维持生态多样的丰富性 把乐坛周围的原生生态系 持续维持保护 除了导览还兼顾到教育 小朋友的游戏间 加入SDGS的书籍 把永续升职到生活中 以及规划出生态苔藓DIY 欢迎两位今天来做我们的 生态瓶的DIY 在玻璃瓶中放入隔水层 再铺上苔藓 让小小瓶子也能孕育出生态系 尤其在旅游大爆发后 饭店业的减碳备受关注 以饭店一间房间来算 注意晚会产生出150公斤的碳排放量 要减量 饭店业者除了钛换LED灯具 不提供备品 使用在地食材 除以回收作为农业再利用之外 更要推广民众为自己的碳排放贡献行李 那我们就跑去新加坡的 一个碳交易中心 我们就去跟他买碳权 那算了一下是47块台币 可以抵消150公斤的碳排 我们希望是说客人愿意 多付47块 把他这一次旅行的那个碳排 把它综合掉的话 那他如果愿意这么做 云品也出47块 就把它变成负碳排 就说你来这次旅行 不但没有对环境造成伤害 反而对环境是有帮助的 环境变迁导致极端气候返布的威力 已经在在印证你我生活当中 已经不能单靠节能减碳 更得要维护自然生态保育 来达到地球永续目标 而最近Z世代年轻人 掀起一波复古浪潮 他们爱上了旧款世卫相机 比起智慧型手机 毛孔拍得清清楚楚 世卫相机的朦胧美 反而易军吐情 打开不久前出国玩的照片 一张又一张的回味 而仔细看 每张照片都有着 跟手机相机不同的氛围 它暗部会带一点红中色调 然后整体的话会偏蓝绿调一点 就去日本玩的话很适合拍 底片的话因为你拍的当下 你会看不到照片 所以你起出来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惊喜感 就是每次都会很期待拍出来的照片 而且因为每一卷底片色调不一样 那个是电脑修图修不出来 拍底片的话就会希望都不要修 就直发就好 对 你要真实吗还是 嗯 要真实 手上也有智慧型手机 但却一头栽进了复古相机圈 使用傻高相机已经有五年时间 就是因为这个所拍出的朦胧 与复古效果是手机难以呈现的 和现今的智慧型手机比起来 老旧数位相机的照片品质自然比较差 但是在满坑满谷 由智慧型手机拍出的标准精美照片中 数位相机拍出来独特美学的效果 反而能在市场中异均吐气 我没想过说 就是一个被大家认为是 夕阳产业的东西 现在就是会被 又被推起来 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 因为就像现在有数位跟底片 就旧时代的产物有它的美 跟新时代的数位相机有它的不同 它们的关系就很像原子笔跟铅笔 最早最早晚拍时机 可能一天五张十张 那到现在有时候一天好的话 都是会超过五十到八十 大概的成长我觉得有差到了 差不多五成以上吧 从我开始到现在 如果碰上节日 一天上百单都不是问题 而且客群几乎都是 跟着智慧型手机一起长大的 Z世代 明明有着高画质 功能应有尽有的智慧型手机相机 却选择走进时光隧道的年轻人 已经越来越多 从网络数据也能看出端倪 根据TikTok上主题标签 hashtag数位相机 已经有超过1.24亿的越览数 而拍卖网站 eBay上的数位相机搜寻量 更是在2021到2022年间 有10%的成长 再把时间往前推 我手上这一台相机 更是历史久远了 它的出厂年份是1920年 也就是说它的年纪 已经有超过100岁了 而且还是可以使用的 快门是在前方这个位置 整个造型就是一个复古风 而且看到了刚刚说可以使用 洗出来的底片就是长这个样子 没有鲜艳的色彩或强烈的对比 淡淡的黑白照片 散发出浓浓岁月轨迹 来到另一家复古相机店 更像是坐上了时光机 这台相机它的年份 其实没有很老 这台相机的年份大概就是五六十年 你会发现就是它有很多地方 是需要手动的去调整跟操作 其实在那个年代 这个是记者用的 尽管都已经上了年纪 但是经过小零件的更换 改装腹皮 细细重整之后 古董底片相机也能够重获新神 害我的相机都不是复刻的 它就是从过去留下来的 然后我们工作室的主要的工作的项目 就是收集这些相机 后来将这些相机给翻新整理 以后再翻手 就是过去在玩这些相机的人 通常都是有一点资历 有点精力的人 后来大概坐落 可能会到三十岁四十岁 可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就是开始玩这些相机 就大概二十岁 或者是十几岁 就开始在拍底片了 我都以为已经大学了 后来一问才高中生 不论是操作简单抛弃式 即可拍傻瓜相机 还是手动对焦进阶款式 老相机独特的复古感 已经在习惯科技化的时代中 掀起另类的怀旧风潮 这里新闻中的荣成文乐台北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因为最完整的同事 inden得更好